讲过连击啊 连击其实非常简单 跟差击啊 但这个观念其实有的话很快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假如要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这边有一个是 在5至9页这边有一个 70、60、50的一个这个方块 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先点方块 方块的时候这地方的话 其中一点之后的话 我们给它一个at 直接给它一个小老鼠 小老鼠的话呢 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给它70、逗点、60、逗点、80 enter 不是80、50、enter 先给它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矩形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在这个矩形的中间的地方 加入这个半径为15的一个圆球 4个 那4个的话呢 大家前面有讲过嘛 圆球的部分 请你在这个中间的地方 所以这里一定要显示 固件锁点里面呢 一定要显示终点 如果预设是没有终点 所以你这个地方一定要把终点给叫出来 叫出来之后再点那个圆球 点一下圆球之后的话呢 那这边画一个15 enter 好 那15做出来之后的接下来 你会想说那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要绕一圈 这样画四个圆球的 其实不用嘛 对不对 如果说你有学个2D的话 你会想说 那这是应该用什么方式最快呢 用正列嘛 对不对 正列或者复制嘛 反正用正列一定会比较快 正列四次比较好的 那正列你会想说 正列那这个地方这样怎么正列呢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不要拘泥于3D 你有时候随时可以回到2D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回到上四角 对不对 上四角之后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不就变2D了吗 对 它实际上你就把它当2D来看 对不对 可以啊 那如果2D这个地方你要画四个球 应该很简单吧 正列对不对 正列点下去 环形正列 1 选物件 把这个物件选起来 用那个虚线的碰到就算了 然后按一个空白键 2的话选中心点 中心点在哪里呢 这里跟什么呢 这里双追点有没有 点下去 项目总数几个呢 4个 360度确定 做好了 那实际上你可以把3D暂时变2D 处理完之后呢 再让它回到3D 东南等角就好了 有没有 有没有 它这个要绕一圈的 所以有的时候在做图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要局限在3D啦 你有时候有些2D的部分 你可以用2D来处理就好了 处理完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图形 那假如说我要连极 连极还怎么做 我们先把它复制起来好了 再复制一个过来好了 复制到这里 复制一个 一个做连极 一个做插极好了 那这里的话其实复制很多同学也会问说 复制怎么做呢 复制的方法很简单嘛 选 你可以先选或候选都可以的 先点复制 再把这个怎么样 选起来按空白键 那基准点的话你随便点一点好了 这一点到这边好了 把它复制一个一模一样 用复制的指令 用空白键结束 那不过像我的习惯啊 除了用复制之外 因为复制你要点它 选它 我的习惯上 好像之前2D的课程有跟各位讲 选的时候呢 马上按右键 滑鼠的右键 按住不要放 拖拉过来 放开 这边就有复制了 这样就复制一个出来 这一招我觉得会比较快一点 好了 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连极的部分 连极的话呢 首先你可以点一下连极 它会出现的选举物件 那把这个物件呢 这些物件选举起来 选物件之后的话呢 按空白键 好 接下来的话呢 现在呢 它就是一个实体了 完整的实体 因为它原来是个别 对不对 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实体 移过去之后呢 如果说它出现3D实体 整个全部都显示 表示它是一个连极之后的结果 那原来是怎样 原来是个别的 它是5个物件 那再来的话 插几怎么做呢 插几的话前面有讲过 我想这部分你们先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 到我囉 就这就这就看开一天很明显